老匹夫,你一死天下会就归我们了 天池就可以再崛起武林 你们效命天下会,果然是图谋不轨呀 熊霸虎落平阳被犬欺,遭到了天池杀手的追杀 经过一夜休养的熊霸,虽然恢复了些许元气 可面对五位天池杀手,依旧显得力不从心 为了摆脱眼前的困境,熊霸强行凝聚三分归元气 一击将天池杀手逼出防满 熊霸强行运功伤势加重,只好拼命逃窜起来 天池杀手岂会善罢甘休,很快又拦住了熊霸的去路 规及时刻,中华阁掌柜带人赶到 他们有保护客人的职责 娃娃杀手则是非常不屑,与中华阁掌柜等人交起手 熊霸见天池杀手被拖住,向着中华阁内院逃去 而中华阁掌柜一行人,根本不是天池杀手的对手 被一个个打倒在地 让我来,让这班家伙试试我们的同心真经 娃娃杀手用出了同心真经 波浪鼓发出阵阵阴波攻击 十分轻松地解决了中华阁掌柜一行人 再看闯入内院的熊霸,听见了拉二胡的声音 不由地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见到熊霸慢慢靠近,房间的大门自动打开 露出了正在拉二胡的无名 也就是这一幕,造就了满血拉二胡,残血到处浪的经典 言归正传,无名邀请熊霸坐下 并透露出了他的身份 熊霸主,这口熊楼欲语,高处不声寒 无名的话让熊霸心中五味杂陈 为了追逐所谓的名利 他做了太多的措施,同时也失去很多的东西 如今更是被天池杀手追杀 即便想要回头也是为时已晚 无名见熊霸一点就通 暗示他可以帮助熊霸归影 瞬间让熊霸看到了希望 就在此时,天池杀手追进了内院 他们势必不会放过熊霸 熊霸打开房门走了出来 决定给天池杀手一个满意的答案 熊霸在此,我决定退出江湖 天下会你们就拿去吧 话算如此,日后 一旦武功恢复,难保你会重夺天下会 你们放心吧 我给各位一个满意的答案 为了让天池杀手没有后顾之忧 熊霸将全身功力凝聚于双掌 猛地上传到了云端 从此变成了一个武功尽费的凡人 再也威胁不到天池杀手 然而即便是这样 娃娃杀手依旧不肯放过熊霸 要杀了熊霸斩草出根 熊霸,受死吧 熊霸既已决心退隐 阁下又何必咄咄相逼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插手天池之志 无名再次拉起了二胡 用二胡控制天上的鸟雀 这一手让天池杀手忌惮万分 随后天上的鸟雀组成了一个走字 催促天池杀手赶紧离去 天池杀手忌惮无名的实力 终于不再纠缠放过了熊霸 而逃过一劫的熊霸 跟着无名来到一片竹林 竹林中有一座茅草屋 这便是熊霸此后的安身之地 熊霸欲要归隐山林 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优弱 请求无名将优弱带来此处 画面来到明影寺 优弱察觉不对想要返回天下会 却遭到了断浪的阻拦 断浪声称是在保护优弱 优弱则是担心熊霸的安危 以断浪互拼一掌不分胜负 恰巧这时只探花三人到来 称呼断浪为帮主 优弱连忙询问发生了何事 听到指探花所言 优弱很快猜出了断浪的算计 他根本就是图谋不轨 等到风云和熊霸两败俱伤 然后坐收渔翁之力 断浪出手点了优弱的穴道 他本来很是喜欢优弱 奈何优弱心心念念的是聂风 让断浪彻底对优弱心寒 如今熊霸已经没了威胁 他要利用优弱对付风云 断浪在天池杀手的支持下 草根逆袭登上了帮主宝座 野心也在不断地膨胀 甚至想要燃止武林至尊的宝座 荣霸武功以费不足为律 当武之急 就是消灭聂风和布金云 没有谁比我更了解聂风和布金云 现在优弱在我手上 聂风早晚会自投罗网